我是來自一所大學 然後就讀的科系是公共行政 然後我介紹的是後進熙 那我想先問一下大家 你們有看過看見台灣嗎? 有的請舉手一下 那你們知道後進熙嗎? 舉手 知道請舉手 那這些舉手的是看完看見台灣還是 看完看見台灣才知道還是 原本就知道後進熙 好 那所以後進熙 剛剛都是北部的河川 所以我們現在進入到高雄的河川 那 它的歷史起源 然後其實是 起序於明清時代 它原本叫做萬丹港 那它有兩條主要的滋留 我們可以 咦? 為什麼沒有這個 好不好 然後兩條主要的滋留 一條是接取超公正 就是然後一直流到四龍溪 那就是它會流經人武工業區 高高雄還有高雄海洋科系大學 然後另外一條就是 發源自高雄大社區的觀音賽 那它 它叫南紫溪 那它是流經大社跟南紫 跟剛剛那個南紫溪的南紫 不一樣 對 就是它是流經大社跟南紫的區 然後 它就是這兩條河川 它會在高雄的一個公園 叫都會公園 它就是跟主流會合 然後在原中港出海 那高雄市公 高雄市公務局從2002年開始 就是著手規劃 後進溪的整治工程 然後逐步完成 河道兩岸的清水設施 那 在日光事件前呢 大家 就是 我自己想 大家對後進溪的印象 其實是這樣 台灣人看見的後進溪 其實就是從看見台灣裡面解讀的 它是一條紅色的河川 那 其實 它原本就是這個樣子嗎 其實它不是 其實它 它 那 我先跳過好了 那 高雄人它 我們印象當中的後進溪其實是 就是這樣 它其實是在拍子 就是 德明橋 就是它附近的一條 一條橋 然後下面的排水口 那其實 這個排水孔原本是家庭廢水的排水孔 但是它是經過處理的 處理過後的家庭廢水 但是 之前有很有名的就是日月光事件 日月光它偷接管到家庭排水孔的那個管道 那 所以它排出來的廢水 它其實是包含日月光的廢水 所以 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都有一些泡河 所以 高雄人印象中的炮進溪 我們原本就是知道 這個 是一條污染的河川 但是我們並不知道污染的程度為何 那 其實 居民生活中的霍經濟 這就相當重要 他們 你看它在哭 就是這不是 這不是真的在哭啦 就是我網路上解到的照片 對 就是 它很臭 那 那 不用大家想像 那個廁所 就可以聞的到那個味道 對 就是一樣的味道 它其實是一條很臭的河川 然後 所以當地的居民也感到相當的悲 就是 也想要感到相當的哀愁 對 然後 周遭業者眼中的厚進溪 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實就把自己當 後進溪都當作自己的核心 就是 到污染的那個 水啊 或是一些物質 進入後進溪 那 動物 就是 大家可以自己看啦 就是 明年不來 好臭 其實這是真的 就是 後進溪裡面 原本就是 有很多物種 就是 魚類啊 水雞啊 或是什麼 這等一下會介紹到 但是 它在 它在民國四十幾年的時候 因為 這些污染 然後造成了 這些 人生 原本的物種的 就是 遷移 造成這條核酸 都沒有任何的那個物種 那 這是媒體報導 後進溪其實實在很酷 污染 好 那 所以 第一個 我要介紹後進溪的污染石 它 OK 大家可以看到這張圖片 這是 這是一條後進溪 那 就是 它其實是 被 許多工業區 加工區 還有 中油還有 支援物工業區 它被圍繞 所以 這也是奠定了它 就是被污染的基礎 然後 所以 就是 剛剛有提到 這一條 就是 男子溪 它源自於大色的 觀音山 那 這一條就是 那個 濕龍溪 那 它源自於 那個 草公正 對 然後 所以 我開始介紹 後進溪的污染石 它 在198 這邊的污染石 它其實是 被發掘到的污染石 並不是說 1988年 才有這個污染 並不是 它其實是 在很早以前就有污染 那 1988年 它被檢測到 其實中油 它有 由污染到後進溪 那2001年 它就是 人大工業區 就是人武 跟大色工業區 它測出了 濾房 超越 歐盟管制 標準的600倍 也就是 它達到1000ppb3 那2007年 它甚至測到了 超過5000ppb的濾房 那2009年 又是不同的 又是 台塑 台塑人武廠 就是武清的 那生產化學產品 溶劑 那個 二氯以晚 然後外洩 然後外洩 然後外洩到後進溪 跟地下水 然後 中油 也在2011年 它被抓到 在後進溪 偷排的廢水 然後2013年 12月8號 也就是最近的事情 就是日光事件 日光公司 它K7廠 被抓到 就是涉嫌 排放 含重金水的廢水 那它在11號 又被 查到另外一個工廠 就是K11廠 它 非法就是 那個放 就是設置放流場 然後 進入後進溪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幾張 這三張照片 其實這是我在 今年的2月5號拍到 大家可以看到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邊 它其實是一個白色的 一個漂流的 一個白色的泡沫 然後其實還蠻明顯的 那 就是 其實這可以反映出一個現象 大家知道 看見台灣在什麼時候 就是上映的 在11月的時候 那 這個 我拍到的這張照片 其實在今年2月的時候 其實 後進溪 日光事件爆出來之後 甚至到結束之後 其實它還是有一個污染的現象 大家可以看到 那 好 這個是 另外一個排水口 它是從南止加工區排出來的 但是 這個排水口排出來的水呢 它其實是經過 南止加工區它裡面的一個環保 環保障 主力過的 所以它其實是 比較符合標準的 但是 大家可以比較是這樣 這兩張圖 差不多一個月 3月5號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 跟這邊 就是它其實是 不一樣狀況 但是 3月5號就是最近的時候 它其實是很嚴重的 所以大家 難道遺忘了 這一條河川嗎 難道遺忘了這件事嗎 那我們繼續看一下 那 日光事件的回顧 就是 我稍微介紹一下 就是 其實它 原本就是被阿布電影公司的 看見台灣 拍攝 那 直到拍攝 被媒體 就是 發掘之後 高雄市 就是去檢驗K7場 然後發現它 未經許可安置了一條海放管 那它又檢驗到K11場 它就是播出了一個 綜合值和備用場 那一直到 就是檢驗出來之後 差不多 這應該是 12月的新聞 12月底的新聞 這 其實它 就是 變成正常的顏色 剛剛 剛剛 大家有看到它是紅色的嗎 現在 它變成一個很正常的顏色 其實 所以 就是代表著 一部電影 它可以改變一條河川 那 熱光排毒水的內容 它其實就是 大家知道 就是 我們先來看這邊 就是 它 它檢驗出的PH值 它 就是 它正常的是 6到9 但是 它是7.56 2.63 所以 它是有點 就是 它加起來 就是 9.69 所以其實 超出標準值 那 懸浮固體 甚至就是 超出了 66 那個 毫克 那 需氧量的 化學需氧量 它也超出了 那 涅含量 它也超出了 4.38倍 就是 可以發現一個 很離譜的事情 那 就是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它對人體 或是對 對農田 或是對漁業 或是對附近的生態 它會造成哪些影響 比如說 它對人體 它會造成 它就是 一些人體的 一些癌症 或是一些痛苦腹性 那 對農田呢 它就是 如果農田感染到 這個 裡面的金屬成分 它需要 就是經過百年的修耕 才能完全分解 這些 重金屬 那更不用說是 漁業或是 附近的生態 哦 那這個就是 日日光 事件被踢爆的時候 然後到 一直到了 最快結尾的時候 那個他們的 日日光的那個 董事長 就出來 我不知道有沒有道歉 就是 我不知道像不像道歉 大家可以看 他說 我怎麼忍心破壞環境 我聽到消息 也是萬分震驚和痛心 絕無 蓄意排放 污水或是 施涉岸 那 他是高雄人 然後 他會在地 創造了 上來的工作機會 他會 30年 捐30億 為台灣做環保 那大家認為 這是道歉 大家自己去問道 那 這件事情之後 就是農民看到了 請問 大家可以看農民 他們就是 怒嗆 然後 馬黑行 然後 就是 都是一片的罵 罵聲 這樣 然後 知識光事件的影響 就是 這次經過 因為我訪談的對象 主要有三位 兩位是 一位 一位是那個 崔平李 就是 高雄最大的李 他是 靠近或近西的 一個李 他 一個李 他崔平李裡面的人口 他有達到四萬多人 其實蠻多的 那 我訪問到的是崔平李的里長 還有 崔平李 他有一個巡守隊 水環境巡守隊 他的一個隊長 那 我問他 日光事件的影響 他們 他們認為 日光對 這一條河川的影響是什麼 那 他們就提到 第一個就是具體警惕的作為 他可以警惕到不齊 男子加工區 就是人大工業區的 不肖業者 他會收斂 然後也讓 後進西的河川污染 也用出改善 那第二個就是 他加強了 他加強了政府 機查頻率 與成效 就是還沒發生這件事之後 政府當然有在機查 但是等一下會看到的數據 其實是 不明顯的 就是他的污染是不明顯的 那 第三個就是 激起民眾的愛護環境意識 就是 當然不用說 當然群情氣憤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這是 高雄市 環保局 他檢驗出的一個 概況 就是大家可以看 這是 1月 然後12月 跟11月 然後 喔 這邊 這附近 是不是 他有 金劍橋 水質監測 但是他是靠近 大社工業區的 還有 人物橋水質監測 會風橋 行蹤橋 然後到出口 飛馬橋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幾座橋 他的 他的 我主要比較是 比較含氧量 跟生物化區氧量 那 我查到的資料是說 如果 融氧量 它小於生物化區氧量 表示這條核酸是 非常的 污染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幾個數據 從去年11月好 那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其實是 污染相當嚴重 一直到12月真的是 擴大污染 那 一直到今年1月 爆發的日光事件之後 其實有點熟練 但是 已經建橋 也就是靠近 大社工業區的橋 其實還是 相當污染嚴重 所以 這是一個 其實 在後進西附近 住了70年 因為他70歲 就是從小到大 一個業盃 沒講 他 他小時候 我就問他 他就是 這條核酸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污染 他其實是 40到50年前 就是 他 中油就會排放 就是一些 就是 那個 烏油 然後到了後進西附 那其實 當時沒有什麼環保的一個 概念 或是一個環境的概念 然後 所以他們 都 手提著水桶 或是竹竿 然後到了那個 就是後進西去攔油 撈油 那 因為油會浮在水面上 所以他們其實是攔得到 然後 所以他們 在 在污染源那邊攔油 那其實後面的水是可以用的 那 那個葉貝貝 他 除了這個之外 他其實那時候是 就是在中午田 對 然後 就是他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 就是 嗯 後進西到更新補漆的交界 其實是分 右邊就是 右邊就是中央公園 左邊就是垃圾也埋場 然後 就是 中央公園他是屬於 台塘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台塘 就是 他是種甘蔗 然後 那個 垃圾也埋場 是蠻好玩的 他有垃圾 但是 那個葉伯伯他在那邊種椰子 因為當時椰子的那個 價錢是非常好 那 第三個就是 從民國四十幾年開始 就開始有污染了 然後從 中油的原油污染啊 一直到 人大化工 一直到 男子家工 他說 這個是就假爛 就是 非常吃力啊 就是很 很慘 對啊就是 而且他特別提到 就是其實人大工業區是 非常就是非常 污染嚴重的一個 一個工業區 甚至比男子加工區還嚴重 為什麼 因為他的工業區 他的 他的 經濟的 來 經濟的 性質 他是屬於化工 屬於 他有電鍍廠 有螺絲廠 那加工不是啊 加工就是 他是代工嘛 就是加工 然後 所以他其實是 人大工業區其實是 污染非常嚴重的 所以就假爛 然後 他重現了 就是 就是 最近開始 就是 我們剛剛有提到 就是 日月光事件爆發之後 就是 他重現了 四十年代以前 就是 後進期的生態融景 他開始有了余下 然後 有了 王冠水姬 有了白露絲 然後 有了台灣雕 有了吐絲 甚至有人在那邊釣 這邊 這邊 當然我不知道你們能吃啊 對 我也沒有問他 對然後 這個就是 黃冠水姬 蠻可愛的 那 第一個 聽見在提的精神 就是 這是來自於 里長 跟 選手隊隊長 的一個 談話 就是 環保署他有成立一個 叫EcoLive 先上通報平台 就是給 每個 就是 選手隊去通報 你們看到的情況 那 就是他 但是他你通報之後 其實你不知道 那個 就是 處理的單位 是不是有去 有去就是 適當的 做適當的處理 或集查 所以他其實 資訊是